刘摩尔 他是在《法宴株林遺列篇》第73篇 卷64 有记载这么一个故事 就是唐朝奋州校医县 有一个人叫刘摩尔 他8月27号 这个生病死掉了 后来他儿子也死掉了 他们父子平生的行为都非常的显蔽 显蔽就是阴险邪臂 刚好他们北边有个邻居叫齐隆威 因为砍柴被车炼死了 但是后来又回魂了 经过几日以后又回魂了 在阴间有见到刘摩尔父子在后堂中 西里之间疲漏寂静 看不到人形只看到白骨 然后经过良久以后再恢复本心 那么齐隆威就问他怎么回事 他说因为我是色列故受此罪 我平常好打列 那么他就 那就问他的儿子说 那你父亲现在在哪里呢 他说我父亲最重不能够见 那么如果你还回阳间呢 告诉我家人呢 赶快为我们羞灾祈福啊 说完了就被鬼差又催促带走了 这个就是刘摩尔这个故事的这个 到阴间期呢 被他们的灵机呢 齐隆威呢 齐隆威见到 那么回来 包括刘摩尔父子在地义受苦的情形